美国俄勒冈州的东部 一座名为约翰迪的小镇 点缀在茫茫荒原之中 1969年 一座尘封许久的小屋被打开了 湖面袭来的是一股浓郁的中国味 虽蒙尘急许 但尘射竟然 恍若时空倒流 是谁在何时 为何在这偏僻的美国西部 筑起一座中国小屋 这里发生过什么 1862年 俄勒冈州东部发现了金矿 吸引了一批华人劳工 跋涉至此 他们在山谷之中的峡谷市 安影扎寨 艰苦谋生 1885年 一场大火摧毁了 峡谷市的华人社区 在排华 辱华的风气里 他们不被允许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不得不被迫迁居到峡谷市以北的小镇 约翰迪 约翰迪的华人聚集得越来越多 人们急需一个抱团取暖的社区 也需要一个能与白人有效沟通的媒介 这样的社会现实被来自广东新会的良安 敏锐地嗅到 1888年 在这个广东人看来非常吉利的年份里 他与来自广东台山的中医大夫 五余念买下了这座杂货店 合伙开办了一家公司 定名为金华昌 寓意昌盛的金色花朵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良安五余念 从此开启了长达一生的有益与合作 这一年良安二十五岁 五余念二十六岁 良安将金华昌大唐的一侧改造成一个杂货铺 方便华工们购买工作及生活用品 另一侧是一个中药房 五余念在这里座堂看镇 为约翰迪进两千名华工服 我们可以进入这里 您可以看到 鱼爪 鱼腿 小小猪猪 然后这些小小小 小小小添 很多东西 我们在这里有500材料 我们仍然能够翻译到260 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 三个个门 工作繁累 血液感染是常有的事 金华昌的病案里 败血症最多 其次是肺炎 脑膜炎 疯寒 以及关节疼痛 只用草药 无需手术的中医 自然成为了华工们的首选 梁安负责购买药材 充当翻译 无余念负责看诊 抓药 煎药 这些药材 大多从香港经旧金山 转运而来 白纸 打开这个药盒 依然可以闻到 百年前中药的芳香 这是一个威士忌的酒瓶 它里面泡的是一个中药 一个奇蛇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东西何必 这座建筑不仅是个诊所 杂货铺 也是休闲聚会之堂 疲惫旅人的其身之所 小小阁楼 包罗万象 梁安又年读过私塾 他能为同乡介绍工作 寄前寄信 调解争执 有了他的协调保护 当地华人 安心劳动 自然也愿意到金华昌购买新进 从中国进口的物品 五余念 听过太多华工的倾诉 也见证了太多的生老病死 因为书读一经 许多华工会来找他算上一挂 那些辗转他乡 言语不通 又饱受歧视的岁月里 金华昌成为了一个凝聚华人 同声同气 相濡以沫的地方 这些东西 曾用于排解华工们的乡愁 帮助华工们度过那 茫然的岁月 紧接着洗衣店 饭店 菜园 佛堂 约翰迪的中国城 逐渐繁荣稳固 成为当时美国 仅次于旧金山和波特兰的 第三大华人社区 和那些有了钱 就寄回老家的老乡不同 他们将收入再次投入经营 良安的生意越做越大 越做越广 他们慷慨和善 与农场主分享雪茄 给孩子分享糖果 乐意为远道而来的白人 提供最大便利 梁安经常驾车带着五余念 去往各个城市和村庄给人看病 作为回报 外地人也常回访金华昌 购买货物和中药 在一份西式挂历上 有这样一段英文 如果你有钱 我们想赚过来 如果你想要钱 我们有 此时人们记住的 已不再是在华人圈子里 称呼的余念 而是一个更为亲切 极力地称为 喜大夫 一切看似美好之事 约翰迪的淘金热潮 戛然而止 他俩的人生 再一次猝不及防 大淘金时代结束以后 当地的华人 大多选择离开了这里 而喜大夫却留了下来 从此 金华昌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随着华工纷纷离去 中国城的其他房屋 被主意烧毁 与之一同消散的 是中国老 廉价工等 充满歧视的标签 1900年 约翰迪的华人数量 锐减到一百人 喜大夫和梁安 依旧经营着金华昌 他们相信 衰落只是暂时的 盼望着工业时代的进步 约翰迪能再一次 聚集华人 然而这一天 并没有到来 1928年 青霉素的发现 改变了世界医学的面貌 植物要示威 梁安开始探索金华昌的商业转型 凭借出色的英文和社交能力 他把金华昌变成了白人 也热衷光顾的百货商店 他投资股票 兴办实业 堪称在美华人成功创业的典型 1940年 两安去世 享年77岁 这一年 约翰迪的华人总数 已不到20人 宛如博雅 失去了紫期 西大夫独自支撑着金华昌 晚年 他还偶尔被当地人出镇 但最终还是关闭了药房 西大夫只能在自己 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金华昌门口 用那饱经沧桑的浑浊的双眼 仰望蓝天 遥望万里之外的祖国故乡 1948年 西大夫不慎跌伤 他不得不离开金华昌 住进了波特兰的养老中心 四年后 老人因急性肺炎离世 约翰迪居民 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下葬后 每个人得到一枚五分钱硬币 这是这位善良的中国医生 赠予社会的最后一份礼物 金华昌内的一切 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再未被开启 一切都停留在 喜大夫离开的那一天 从未开启过的铁皮窗户 上面的弹痕依旧可见 它代表着一去不复返的 拓荒时代 1969年 洛索20年的金华昌 终于被再次打开 在喜大夫床下的柜子里 人们发现了一叠 总数超过两万三千美元 未经兑换的支票 其中有许多 是在大萧条时期开具的 喜大夫为何没将支票兑现 没有人知道原因 但是他的股票充养 非常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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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加密切 他把父母交给放了 他把父母和孩子 一直被冲进 reader 因为他在另一个地盖 生活在中国 他们全部被冲进 香港他们在那里 他们有试图的 但因为他们在那时 但因为中国中国的专家 不复杂地 他们失试了 他们得到了 所以在此最后 在中国人的心中 墓地的位置非常重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许多埋葬在约翰迪城外墓地的华人 被重新安置到中国 但习大夫和梁安都选择了被埋葬在约翰迪 他们在北边山坡上 每天俯瞰着约翰迪和金华昌 墓碑之上盛开着一种药用植物 微灵仙 恰似是对喜大夫梁安一生的浓缩与权势 今天的约翰迪是个拥有两千人口 以白人为主的小镇 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了华人 也没有了中国城 只有金华昌旁边的路碑上 残存着中国痕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